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年来 中国电动汽车 离电池 光伏产品等产品出口增多 这是国际分工和市场需求的结果 有利于推动世界绿色发展 美方担心的究竟是不是产能过剩 大家都看得很明白 至于谁在搞非市场操作 事实就摆在这儿 美国针对中国的经贸科技打压的措施层次不穷 不是在去风险 而是在制造风险 那么中方的相关的立场呢 大家也都很清楚 我们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我们呼吁冲突各方切实执行联合管理会第2728号决议 立即停火止战 全力避免无辜拼命伤亡 尽快重返以两国方案为基础 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正确轨道 我们针对相关的发射活动 没有新的评论 我们也想要感谢 ROK的帮助人 为他们的照顾 我们已经多次 阐明中方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 借此机会呢 我也愿意再次重申 当前中非涉海争议声闻的根源 在于非方倚藏外部力量的支持 违背承诺 反复挑衅 非方应当立即停止 侵权挑衅行进 遵守自己的承诺 和中非之间达成的有关谅解和共识 遵守中国和东盟国家 共同签署的南海各方 共同行为宣言的规定 回到通过谈判协商 妥善管控局势的正确轨道上来 Thank you, Bloomberg News 我不了解有关情况 中方一官认为 国与国之间开展贸易科技合作 应当有利于维护 全球产工链稳定畅通 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 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 美方为维护自身霸权 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 工具化 武器化 为此不惜牺牲盟友的利益 中韩经济联系密切 产工链高度互欠 半导体产业互为上下游 希望韩方做出正确判断 自主决策 与各方一道 共同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 开放 透明 包容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系 共同抵制将经济问题 犯政治化 犯安全化的行径 在这次通话当中 中方向美方强调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 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这一主权涵盖群岛内的岛礁贪杀 包括仁爱礁 仁爱礁问题的根源 是非方多次出尔反尔 企图在中国的无人岛礁上 建设永久少祖 以此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非法侵占 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 不应该介入中非两国之间的问题 维护本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中方有着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决心 中方也明确指出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完成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 是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限制责任 有利于保护香港全体居民的根本扶持 有利于保护世界各国投资者的 在港地 丝毫不会减损香港居民 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 美方应该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法治 不得干扰 更不得干涉 中方强调 新疆西藏问题都是中国的内政 人权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 中国高度重视保护人权 一国人权怎么样 各自人民最有发言权 中方愿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 就人权问题同美方进行交流 但坚决反对以人权为借口 干涉中国内政 关于乌克兰危机 中方的立场是一贯明确透明的 这场危机存在 存在进一步恶化升级的危险 应该推动降温 通过谈判 而不是由枪炮来结束这场战争 政治解决 不是让谁赢谁输 而是让和平胜出 中方将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和当事方 没有向冲突任何一方提供知名性武器装备 我们没有也不会做从中余力的事情 其他国家不要抹黑攻击中俄正常的国家关系 不要损害中国和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更不要无端向中方甩锅推则 挑动阵营对抗 朝鲜半岛问题延宕多年 病根是清楚的 当务之急是停止威慑施压 摆脱轮番升级的对抗螺旋 根本知道是重启对话谈判 解决各方尤其是朝鲜方面的合理安全关切 推动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 东北亚生乱生战 对谁都没有好处 半岛问题的核心是美朝矛盾 解决问题的钥匙在美方手中 菲律宾方面 已再指责中国一大欺小 而对其非法侵占侵犯中国南沙群岛领土的行径 只字不提 这才是真正的宣传陷阱 人海交问题不是谁大谁小的问题 而是孰是孰非的问题 非方军舰1999年在人海交非法坐摊 严重侵犯中方主权 中方立即向非方提出交涉 非方也多次承诺脱走该舰 菲律宾外交部高官还明确表示 非方无意在人海交上修建设施 不会也不愿成为第一个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国家 但25年过去了 非方不仅为履行承诺把军舰拖走 还企图运送用于大规模维修加固军舰的建筑物资 以期在人海交上建设永久设施 非方背心弃以滋事挑衅 不仅违背中非就管控人海交问题达成的谅解 也违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特别是第五条 关于不在无人居住的岛礁贪沙上采取居住行动的规定 非方对近期南海局势紧张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长期以来中国和东盟国家坚持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 妥善管控争议 坚持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努力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这有效维护了南海局势的总体稳定 但近一个时期以来 菲律宾极力拉拢域外势力介入南海事务 为其侵权挑衅行径 撑腰打气 非方这种为一己之私 不惜破坏地区国家达成的共识的行为 是导致南海局势扩大化 复杂化的主要根源 我们再次敦促非方 尊重事实 遵守中非之间达成的有关谅解 遵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规定 遵守中国和东盟国家达成的共识 尽快回到通过对话协商 妥善管控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 第二个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